上去可能会特别一点 它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吧 因为这个折纸嘛 没有什么节日可以用到它 就是一种可能视觉上面会 会有一种新鲜感的东西 放在这里 对它不是说什么节日比较适合用它 像我上次给大家讲的那个粉笔字 就是什么教师节呀 什么什么开学呀都可以用 像这种呢无所谓的 就是你想到让别人就是换点口味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就是大的主题字 用这个折纸效果来做 做出来当然了 你要进行一个像这个物 你看会有一个字体的变形 这样子肯定会好看 那你如果说就一个字一个字 那样看起来呢肯定效果会差一点的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整体性啊 让就是会更加特别一点 不是一个文件夹啊应该是一个 一个A那个就是字体字体的一个文件 你只要复制那个字体文件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个logo跟刚才那个绿色的差不多 嗯然后他你看像这边一个呃 折纸字的话它是把它当作一个就是图形来看了 然后他下面是一排文字 他下面是一排文字 他就是把这个折纸字做成了一个一个图形 嗯像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个绿色的这一个呢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像一个牵纸盒的图形已经在这上面了 然后他这一排就是下面这一排文字 他就纯粹是让呃大家看他的一个字母的是吧 这两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他完全是让他当成一个图形 然后下面是另外的一排字 好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新年快乐 这个也是一个嗯折纸字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做的相对简单了 然后当然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呃 类似于这个新年快乐的这几个呃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这个有一点棱角的 所以说我让大家去下一个那个迷你简简灵星 就是下一个这个字体迷你简灵星 这个字体呢 它本来打出来的字就是一些有棱角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他这个字体做这个折纸字的时候 是呃相对比较好用比较快的 然后你要如果说用其他的字 字体来进行一个变形呢 嗯也可以 就是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出来的效果就不一定会差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呃我让大家下的这个 嗯会简单一点快一点 只要呃有的地方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呃天使梦同学有给大家说 就是那个呃控制面板里的字体设置 就是允许快捷方式安装 呃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用太多的电脑资源 呃每次用到的工具的特性和功能稍微具体的介绍一下 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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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呃现在应该差不多了那我今天就开始讲课了首先我用的这个版本是CC用的版本是CC是因为老万他说现在用这个版本的同学比较多所以我特意去用了那我有一些地方可能跟我之前用的那个CS5版本有点出入 所以说有一些地方我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希望同学们呃对我有一个提醒吧因为我看到有几个高级班的同学都在这边听课 呃迷你减零星刚才已经打过了啊 啊首先我们呃直接来 文件新件呃新件一个尺寸的话大家 有点模糊吗 那我再缩小一点这样子呢 啊好的呃我们首先文件新件 新件之后大家会看到一个新件的对话框 啊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宽度高度分辨率然后颜色模式的一个设置 呃我们现在因为自己是随意打字的嘛所以我一般设个什么800x600啊 什么800x400 呃分辨率的话就是一个针对于电脑屏幕的一个分辨率 大家设置为72 然后如果说你要涉及到一个打印那一般都是300 300像素我们这边直接说72像素300像素 然后宽度的话再没有 呃 呃还是比较模糊吗 我也不知道我的电脑怎么了 呃 呃 我这边选择了高清大家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啊清楚了是吧 哦好的好的好的 嗯 好然后嗯其实呢我之前是这么想的我都上了这么多课了有的有的东西可以一带而过 然后现在发现不行啊 呃还是每节课都要呃从新开始讲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每一步都给大家再解释一遍 最好呢有同学从就是一个周期开始听 这样子的话呢我讲到后面可以在那个基础班也放一些相对难一点的案例 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好然后看到一个分辨率我们设置成72颜色模式设置成RGB RGB它是一个就是呃电脑分辨率的一个颜色 那你如果说要用到一个CMYK这种颜色模式呢它是呃对于针对于打印的 所以一般如果你只是电脑上用用然后做做天猫淘宝的话只要RGB颜色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确定确定之后它会出来这么一个就是你建的一个画布 建的一个画布啊这边看到你打开涂层涂层这个面板如果说没有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最上面是有一个菜单点开我们的窗口 窗口这边会有涂层窗口这边会有涂层把它勾出来 把它勾出来就是前面一个勾勾的话在你的电脑屏幕上面就会出来这么一个面板 涂层面板 好因为我们今天要用到路径今天要用用到路径 所以说呃在呃窗口上面你把那个路径也点出来路径也点出来 把路径也点出来历史记录呃一般历史记录都要放在手边的 所以也要显示我这边它是显示在同一个面板里面涂层通道路径历史记录 是吧大家是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吧 好那我所有做任何操作的时候都是要再怎么样新建一层的 不能直接在背景上进行操作我们要新建一层 现在大家看到我点一下这个右下角第二个就是这个图层面板 右下角第二个会有一个新建新图层 这样的话大家就得到了一个图层一 得到了一个图层一 好现在我们新建了这个图层之后我们把下面这个背景的眼睛点掉 背景的眼睛点掉之后大家会看到出现了一个什么白色跟灰色的一个方格是吧 这个方格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透明度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是这样一个方格的话 那说明你这个图上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代表一个透明 代表一个透明 好吧 然后因为你下面这个背景是填充了刚才新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白色的 所以它是一个白色的 那你把这个点掉就是眼睛看不到它 只看到图层一 刚才我们新建的图层一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显示 好现在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字了 那打字怎么打呢 这边左边这里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工具栏 我们数一下最后一个是不是放大镜 对吧大家看到的最后一个是放大镜 然后上面一个手 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椭圆工具 在上面是一个直接选择工具 大家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都会有字有字显示出来的 大家看我这边就有字 对吧 好 在这个直接选择工具 这个箭头的上面会有一个横排文字工具 对吧 这边就有一个文字工具 然后我们 鼠标左键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放到 屏幕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虚线的方框 虚线的方框 然后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鼠标左键在这个 画板上面 小灰同学他说看不见其他同学有看不见的吗 是看不到分享的屏幕吗 如果说看不到分享屏幕的话 你退出重新进一下 可以看到对吧 嗯好的 那就那个同学如果不好的话就退出重进一下啊 好然后我们点一下它会出来一个光标在闪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打字 呃 然后我打一个 因为我们五一RGB嘛 是三原色网络什么什么什么 培训有限公司是吗 我就打一个三原色培训吧 我就打一个三原色培训 好大家打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字很小 那怎么来改变这个字体的大小呢 我们现在光标打完字的时候光标它是在最后面对吧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字体选中 选中我们直接鼠标左键拖动往前 往前这样的话它的字就被选中了 选中之后大家看到大家看到 这边呃第二行第二行这边一个属性 一个文字的属性就是最上面 第二行有一个文字的属性 大家这边选择字体的话就是选择 刚才我让大家安装的这个迷你减零星这个字体 好然后还有字号的大小 字号的大小你会发现这边72 72点是最大了对吧 72点是最大了 那我们要让它更大怎么办呢 我们一会讲一会讲再把它放大 然后现在这边看到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无 还有一个锐利西利 那我们选择平滑 选择平滑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个 如果是无的话它它是怎么样子的 你会发现它的一些 呃它相当于是一个像素像素 就是它的边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很难看的锯齿啊 好然后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平滑 平滑让它看上去锯齿不要太明显 好那我们怎么就是把它自己放大呢 其实这边很简单 啊我们选择这个第一个 右呃左边工具栏第一个 大家看呃会看到是一个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一个它的快捷键是V 第一个 然后我们直接Ctrl T 直接Ctrl T按一下Ctrl T 呃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字体的外面有一个框框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呃 放大缩小 大家看到拖动这边的就会就会产生一个放大缩小 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就可以进行一个放大缩小 好那我们Ctrl T 怎么进行一个就是这样子按照它的比例放大缩小的呢 我们按住Shift Out 它会产生一个等比的并且是就是居中居中从一个就是原心开始往外的一个放大缩小 Shift加out 然后鼠标左键点住 然后进行一个鼠标左键进行一个拖动 不要放开进行一个拖动 它就会等比并且以一个原心 进行一个放大缩小 好等你放大缩小之后 那我们按住Enter键或者是回车键 Enter键或者回车键就确定了 就确定了 好然后我们把它拖到合适的位置 把它拖到合适的位置 直接就是第一个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 我们就可以把它拖到拖到合适的位置 这样我们的打字就完成了 好打字打完之后 接着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就是文字的变形 好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缩小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画布的放大缩小 Ctrl 然后加号键 Ctrl 加号键 Ctrl 减号键 Ctrl 加号键 Ctrl 减号键 一个是放大一个是缩小 这样子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好 然后 然后我们鼠标 鼠标放到三原色 刚才我们打字的三原色培训的这个图层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变成了一个T 然后后面跟着三原色培训这几个字 对不对 好 好 大家看到这个图层 会变成三原色培训这几个字 之后我们鼠标右键 右键 点击这个转换为形状 鼠标右键 转换为形状 好 点成这个以后 它是怎么样子呢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路径 可能这个CC版它不是就是特别明显 如果换成了CS5的版本的话 它是一个颜色的一个填充 颜色的一个填充 就是它会前面是一个红色 然后下面是跟着一个就是文字路径的一个萌版 它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这个CC版本的话 可能大家看着不习惯 它是直接变成了这个形状了 它就是转换成了有颜色填充的一个路径 有颜色填充的一个路径 好 等它变成了这个有颜色填充的路径之后呢 大家可以对它的这个路径进行一个编辑 好 进行一个编辑 大家看一下我点到路径 点到路径 就是刚才我让大家释放出来的这个路径面板 大家会看到 这边生成了一个三原色培训形状路径 对不对 卡是不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啊 一般我这边讲课是没有同学说卡的 可能是你自己那边的网络问题啊 好 然后大家转换到这个工具就是倒数第四个 第一个是放大镜 第二个是手 然后第三个是椭圆工具 第四个是直接选择工具 你点到直接选择工具 好直接选择工具 我们拖一个G型出来 拖一个G型出来 鼠标左肩点住这个左上方 然后点住不要动 把它拖一个G型 拖到下面右下角的时候释放 好 大家就会看到所有的路径都被选中了 你会看到有一个一个的点 会看到有一个一个的点 对不对 这些就是锚点 这些就是锚点 你是可以进行拖动的 那我们怎么进行一个拖动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边倒数第四个 倒数第四个是一个直接选择工具 好我们鼠标左键点住 鼠标左键点住 它会出来一个什么路径选择工具 一个直接选择工具 是不是啊 会出现两个 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路径选择工具 路径选择工具 它的意思是就是这一整个路径 就是圆这一整个字上面所有的路径 色这个字上面所有的路径被选中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鼠标左键点住 然后拖过去 鼠标拖过去 然后放到这个直接选择工具上面 然后释放 好我们放大一点大家看 然后我到这个是现在呃 大家看到屏幕上的那个箭头 它变成了一个空心 一个白色空心 呃 这个就是我选中了直接选择工具 那如果说是路径选择工具 它是一个黑的对吧 大家看到屏幕上它是一个黑的箭头 啊然后直接选择工具 它是一个呃空的空的白色箭头 好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圆的这个最上面这个右上角 我们点一下点一下好大家会看到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可以选择整个一组路径当中的一个锚点 当你选中这个锚点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黑色其他的没有被选中的锚点它都是空心的都是空心的 被选中的它会变成一个黑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放大一下大家看一下你用了这个啊直接选择工具 然后你选择一个点的话看到没如果你点到哪一个点那个点它就变成了一个黑色没有被点到的点它是一个空心的 好这个工具它就是选择其中的一个锚点它就是能选择其中的一个锚点 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钢笔 大家看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个 第六个是一个钢笔 大家还是鼠标左键点住不动 大家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钢笔工具 一个钢笔工具它可以画一些线段画一些图形 好大家看到现在一个钢笔工具如果在一个纸上是这样子的形状的话 它代表就是你在这边会开始开始画一条线段 开始画一个东西 嗯跟这些跟三原色这些锚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在它空白的地方来来画 好然后大家看到这边自由钢笔工具我就不说了 就是你随便点住它会它会这样子 它会这样子就是不用你点一点点一点 它是连续的它是连续的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添加锚点工具 添加锚点工具和删除锚点工具 这两个是相反的 这两个是相反的 大家看到我先点一下这个删除锚点工具 删除锚点工具 好大家看到没 大家看到没 我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这个锚点 它就没有了 就是删除锚点工具 这个很好理解啊 如果不知道同学你可以每个都试一下 好添加锚点工具 添加锚点工具 就是我们现在要用到的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第一个这个原字开始 我们用这个钢笔添加锚点工具 对不对 就是钢笔上 嗯 左上方会有一个加号 好大家看到 我现在要求在这里加一个锚点 我就在这里点一下 大家看到没 这这会儿它就多出来一个点 好然后我在下面这条上面点一下 等你鼠标放到这个路径上 它会出现一个加号 你看放到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放到这个路径上面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加号 说明在这个路径上面 在这个位置 添加一个锚点 好我们点一下 这两个锚点就添加完成了 添加完成之后 我这个锚点我是不要 对吧 不要的话你鼠标放上去 它会直接变成一个直接选择工具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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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字上面右键 转换为图形 好 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它会变成了一个直接选择工具 然后你点一下 点一下的时候 你就直接只选择了这个锚点 只选择了这个锚点 现在我按住delete把它删掉 按住delete把它删掉 这样子的话你的一个一个形状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把它的一个脚去掉了 嗯 你那个没有声音 你看一下有的 嗯 它会有一个点出来 它会有一个合成器 我这边的是WIN7系统 它会有一个合成器 从合成器里面你把YY那边的音量开大就行了 这个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嗯 没有 这个你就自己点 然后你差不多看着 因为 如果说你没有任何标准的话 可以这样点 如果有标准的话 你会看到如果说这个字 它这边 是有多大的 多大的 比例 多大的长度 你这边就点的差不多 不要特别小 如果你这边点的比较短 一个点点在这里 一个点点在这里的话 那那个角度会比较小 就是你看到 呃 它原始的角度比较大的话 那你也跟着点的这个距离大一点 好吧 好 然后 现在的话 这两个锚点它都是开放的 它 你看呃 所有的路径它都有 就是两个点之间都有一条线 对吧 两个点之间都有一条线 而这两个点当中没有一条线 那我怎么把它连起来呢 大家看到 鼠标左接点住 我们回到这个钢笔工具 就是 就一个钢笔什么都没有 就 就是这个钢笔工具 好 然后我们放到这个锚点上面 先不要点 放到这个锚点上面 它会出现 一个圆 然后边上有两条线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个锚点上面继续画 继续画 然后我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锚点上面放上去 你会看到有一个圆 有一个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闭合路径 闭合路径 你点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 它就被连起来了 对不对 它 它就被连起来了 好 然后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弧度 会看到有一个弧度 那这个弧度我怎么去掉呢 有的同学他会觉得这个弧度很好看 他会觉得我想要这个弧度 那如果说不要这个弧度 怎么办呢 大家鼠标放上去 鼠标放上去 按住 out键 按住out键 你会看到它会出现一个 三角 它会出现一个 我可以说是小语号吧 它会出现一个小语号 按住out 鼠标放上去会出现一个小语号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把一边的一个 一个转 就是这个是锚点转换 就是让它去掉 去掉 大家看一下 好我点一下 它一边就没有了 好 然后我放到另外一个点 按住out 它还是会出现这样一个箭头 然后我再点一下好 它就没有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直线 变成了一个直线 好 这样子的话 你看到这两个点之间有一条 有一条直线 这样我们这一步就操作完成了 那其他的就是以此类推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我们这边一个点 这边一个点 我们放到这边删掉 对吧 然后这个连接起来 好 out键 out键 好 大家可以自己再来画一下 好 添加 添加点 添加点 对吧 然后放上去变成小白工具 我们把它delete掉 好 然后我们再到钢笔工具 再到钢笔工具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这边 好 我们再 点一下 好 鼠标放上去out键 鼠标放上去out键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陪 陪我们也来做一下 这边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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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delete 然后转换成钢笔工具 转换成钢笔工具 这样点 这样点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弧 out out 好了 好了 那我现在 因为我做的比较少嘛 我就做这么几个 做这么几个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 做到这个程度 就是已经是我想要的一个图形了 做到这个程度 是我已经想要的一个图形了 好 然后你在这个路径面板 在这个路径面板 点一下 点一下别的地方 就是点一下下面 点一下下面 这个路径它就自动消失了 大家看到这个路径 它就自动消失了 好 然后我们回到图层 回到图层 你会看到一个字体就被被你就是变形成这个样子 那接着我们怎么做 怎么做一个折纸效果呢 很简单 大家看到 这边 倒数第二个会有一个创建新图层 我们再创建一个 再创建一个新图层 好 好 然后 大家看到我们选择第二个矩形选框工具 矩形选框工具 我们点一下 然后 就这边拖一个拖一个矩形 鼠标左键点住从左上到右下 然后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矩形的选区 就是蚂蚁线的一个选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接着我的任何操作都只是在这个选框里面 就是不要让它整平的进行操作 我的任何操作都只是在这个矩形选框里面 它是一个选区 是一个选区 好 然后我们拖着这个路径之后 我们选择这边 大家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倒数第九个 倒数第九个 大家鼠标放上去会看到一个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 如果说没有渐变工具的同学 那你肯定是鼠标左键点住 可能有的同学它是一个油漆桶是不是 那你鼠标左键点住 它就会出来一个渐变工具 我们点一下渐变工具 然后大家看到最上面 最上面第二行它是一个属性 哎呀我的嗓子要不行了 我儿子在那边死吵头 我怕你们听不到我讲话 我就使劲的喊使劲的喊 喊他嗓子都要不行了 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行 是一个就是渐变工具的一个属性栏 好然后我们点一下 大家看到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对吧 好然后我们第二个第二个是它的一个渐变 我们把它点出来 点出来好大家会看到一个渐变编辑器 渐变编辑器 这个渐变编辑器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现在我要它是一个透明的 你选择这个选择这个大家看一下选择这个 好然后我们做一个渐变 好然后我们做一个渐变 那它显然是不对的 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对不对 好那我们要做一个一边是透明的怎么来做呢 首先我们的那个阴影肯定是黑色的 大家看到这边有两有四个箭头 它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的这个就是大家看到你点一下下面这个 它会出来一个色标 它会出来色标 好这边它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那我们点一下 好然后鼠标左键拖到一个你想要的颜色上面 然后松手 大家看到这边 呃右右右边它会有一个文字是新的 然后当前对不对 说明你鼠标放上去选择一个颜色之后 呃出来一个新的 这边是一个黑色那它就是一个黑色了 那我现在要的就是这个黑色那点确定 好然后我们点到右边来看 点到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下面的 那也是色标对不对 那我们也点一下这个颜色 也把它选到黑色 也把它选到黑色 好然后新的这边出现了这个黑色的时候 我们点确定 好然后大家发现 哎这个不就是一个黑色吗 没有任何变化对不对 那马上让它有变化 在哪里呢 大家看到 在上面的这个不透明度色标 大家点一下 点一下上面 大家会看到它会出来一个色标 然后下面是一个不透明度 对吧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箭头 我们把这个箭头拉到最小 拉到最小 它在这个地方就是显示透明 就是显示透明 那现在左边的话 我们不要去改动它 不要去改动它 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实色 然后到右边 它就变成了一个透明 好等到你已经做成这么一个渐变的时候 按确定 按确定 好 现在我做好了之后 大家会看到看到 接着的几个选项 哎 它会有一个渐变的样式 那到底选一个什么样式呢 我们选第一个 选第一个 它是一个线性渐变 就是一个从左到右的渐变 好第二个 大家可以 因为我这边可能是比较小 然后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属性栏 鼠标放上去它会有文字的 第二个是镜像渐变 它就是以一个圆星向四周扩散 好 后面几个我就不去讲它 因为后面几个可能用到的比较少 平时用的就是前面一个 线性渐变和镜像渐变 那我们暂时就用这两个 暂时就用这两个 好 然后我们鼠标放到这个G型选框 我们现在有一个不是有一个G型的选区吗 有一个框框吗 然后放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 这样拖一根横线 那如果你觉得不直按照按住卸辅它 它就是一个直线 好然后你松手 松手 这样子的话你的一个渐变它就绘制完成了 这样子你的一个渐变它就绘制完成了 绘制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还是在这个选区对不对 那我们Ctrl D Ctrl D把它取消选区 取消选区 Ctrl加D ABCD的D 是取消选区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阴影它就绘制完成了 那你要把这个阴影拖动很简单 我们用第一个工具栏 我们用第一个工具栏第一个移动工具 就是一个箭头下面加一个 加一个加号 不能说加号吧 像一个什么雪花一样的这个就是移动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阴影我们就做好了 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多来一点 多来一点 让它折纸的效果更好 那我们怎么进行复制呢 怎么进行复制呢 我们鼠标放到就是这个做了这个渐变阴影的地方之后 我们按out 按out之后你会看到 有前面一个黑三角后面一个白三角 对不对 好我们直接鼠标把它拉出来 按住out拉出来 它就是复制了一个 大家会看到图层这边的变化 它有一个图层一拷贝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复制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按ctrl go 直接在图层一上面 进行一个复制 就是原地的一个复制 我习惯就是按住out然后拖出来 这样子比较快 好拖出来之后 我们把鼠标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当然你会发现如果这样放上去不是很好看 我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就是角度的变换 那怎么进行操作呢 因为这两个渐变是一样的嘛 我要把它换一下 应该怎么操作呢 好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边际 边际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会有一个变换 会有一个变换 好大家拖过去会看到有一个什么 水平翻转水平翻转 然后下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垂直翻转 那等一会应该怎么操作大家都会了 现在我们先来进行第一步水平翻转 好大家看到这个界面它就变换方向了 对不对 它就变换了方向了 当然你也可以很好的操作 Ctrl T 然后然后把它转过来 Ctrl T 刚才我给大家交交给大家的Ctrl T变换 是不是把它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 按住谢辅特它就是成角度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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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 我们翻到这个呃90度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在这边进行一个停顿 然后你翻转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进行翻转好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复制 那其他操作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我们再复制一个 嘿 现在我要让它变成一个垂直的 一个垂直的 那我直接按住Ctrl T 然后你鼠标放上去 它会有两个箭头出现 有两个箭头出现的时候 一个弯箭头 两边都有箭头的时候 好 我把它这样转过来 按住谢辅特 键它会在45度的地方 在45度的地方有一个停顿 然后 Enter键确定 Enter键或者是回车键确定 好 然后我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这样子我另外一个也做好了 好然后接着的几个字怎么做呢 还是把它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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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接着怎么做 Ctrl T 旋转 Shift键 按住 好这边我们来一个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把握 你要在哪边让它断一下 就在哪边断一下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好 确定 我们要在这里也让它断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 我看一下 然后我在这里断一下 好 然后复制出来 进行一个旋转 确定 然后在这里断一下 好 就这么简单一点吧 就简单一点吧 其实我做的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几个断点 就这么几个断点 好 做了这几个断点之后 你当然可以继续调整 但是你也可以不用调整 如果说不用调整的话 就直接 就是鼠标 点到就是最上面的一个图层 然后按住Shift 点到图层1 就是我们最先开始绘画的这个 渐变这个图层之后 我们鼠标右键 这边有一个合并图层 我们把它合并掉 把它合并掉 这样的话 它就是 所有的这些黑色的阴影 它都在一个图层上 就是方便我们进行操作 方便我们进行操作 好 我们把它合并掉之后 那 你发现它不在我们的这个文字上面 对吧 有的地方它都超过了 那我们怎么样 让它在这个文字上面呢 怎么样让它在一个文字上面呢 很简单 我们三原色培训 这几个字 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字 它本身就是一个 漏空的 对吧 本身就是一个漏空的 边上就是一些透明 然后就这三个字 好 那我们 Ctrl键 Ctrl键 然后点一下这个三原色培训 这一个图层 Ctrl键点一下 它会被载入选区 这几个三原色培训 这几个字都会被载入选区 大家看到 我按住Ctrl键 然后点一下这个图层之后 它会变成了一个蚂蚁线 这几个字都会变成一个蚂蚁线 好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鼠标 看到这个图层面板 我们点到图层1 拷贝7的这个面板上 这个图层上 图层1拷贝7的这个图层上 我们点到上面一个图层上面 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直接在下面选择 12345第五个门板 直接选择一个门板 我们点一下神奇的效果 它就出来了 好 它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就直接在这个文字上面了 直接在这个文字上面了 好 这一步我不给大家解释 这一步不给大家解释 大家就按照这个来 不给大家解释 是Ctrl键 然后点一下 它会再入选区 那如果说你的版本不是CC版本的话 它后面会有一个就是链接 前面一个是红色的一个颜色的方框 然后后面一个链接了一个路径门板的话 你要在路径门板上面按住Ctrl键点一下 好 然后现在它出来了对吧 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它不对呀 颜色它不对呀 这样看上去很假 那我们怎么把它弄好呢 你直接当然不可以点后面这个 不可以点后面这个斜度怎么变化 斜度刚才不是交给大家了吗 Ctrl T它不是可以自由变换吗 那你变换到你想要的那个斜度不就可以了吗 好 然后我们点到大家看到涂层 Ecobby 7它会有两个地方 后面一个是门板 前面一个就是它的涂层 好我们 选到前面一个涂层的时候 这边不透明度 上面会有一个不透明度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好然后我们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 降到百分之25到30的样子 25到30的样子 剪切门板是可以的 剪切门板是可以的 好25到30的样子 它的整体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折纸字的效果就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你把透明度降到25到30的样子 这个你自然自己去感觉 那如果说你要再高一点 或者再低一点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什么效果 那我差不多在25到30的样子 我觉得比较合适 好把它缩小 Ctrl然后减号 缩小之后你会发现 哎一个折纸字的效果 它就出来了 当然了我现在这个 只是做了比较少的几个步数 对吧那如果大家 要做比较多的步数看上去 折纸效果更加明显的话 那只要刚才的一个添加锚点 添加锚点然后删除那个 多做几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个色 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折叠的效果 对不对 这个色的这边 好然后 你这边一个陪陪字 我这边只有两个折纸那很简单呀 哎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阴影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阴影 它也是一个折纸效果 对吧 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折一个阴影 它也是一个折纸效果 都是可以的 这个大家就可以自由去发挥 在入选区怎么不好使啊 是 在入选区就是肯确 肯确 肯确 这样子是在入选区 那如果说你在入选区不好使的话 那另外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门板先删掉 把这个门板先删掉 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又出来了 我们便于大家看 我们把不透明度调高 好 这样子就是刚才大家是这样子的一个 对吧 这样子的一个之后 我们直接 右键 创建 剪贴门板 哎 它也上去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 右键 创建 剪贴门板 现在我释放一下 好释放 它就出来了 好我们右键 创建 剪贴门板 如果说不能 路径栽入选区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剪贴门板来做 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 它涂层一锅贴7 在它的前面会有一个就是弯弯的一个一个箭头 一个弯的箭头 这样子它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下面是它的一个轮廓 上面是它的一个颜色 就是下行上色 下行上色 下行上色 就是在这个三元色培训的范围以内 显示我这个黑色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 你点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这个黑色的 哎 跑到这个文字上去了 其他的地方 透明的地方 边上透明的地方 是没有的 只是在三元色培训这几个字上面显示 好 然后你再进行一个不透明度的一个调整 把它降低一下 整个效果它就会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它整个效果就会出来了 文字如何变成路径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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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个 我们新建一层 好我们打几个字 51RGB 好 怎么转换成路径呢 右键 转换为形状 直接在这个文字这一 这一个图层上面 右键 转换成形状 好 大家看到它就会变成 变成很多的锚点 然后你在这个锚点上面进行一个操作 你用这个 当然了 你不可以用这个移动工具去移动 如果说移动工具的话 你整个整个文字图层都会被移动 你要用这个 1234 倒数第四个 要用倒数第四个 直接选择工具和路径选择工具 直接选择工具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锚点 你选中之后它会变黑 好 现在应该都明白了 其实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 你在图层上面 它只显示两个图层 对吧 在图层上面到最后 它只是 它只显示了两个图层 好好 那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吧 中途我也没有休息 嗓子受不了了 然后交给那个客服美眉吧 答疑的话一会再答 我想再让那个一辰老师 先